中文字幕 李宗盛 《法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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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這個世界亂了 人心壞了 覺得失望無咎了 這個觀念是錯的 我們自己要認真努力修學 他們做不善 我們行善 要有耐心 時間耐了 必定能感化那些人 我們看上古時代 中國歷史裏頭記載的 信王 他的父母兄弟 都是很惡劣的 時時刻刻要置他於死地 他能盡效 真的好像六祖 鄧大師說的不見世間過 只看到人家的好處 不看人家的缺點 父母對我不好 他總是反省我做得不如法 我做得不好 才令他不高興 天天在反省 天天在改過 那三五年下來 全家被感動 他一家和睦之後 就感動他的倫理鄉黨 最後感動到國王 是姚王 姚王聽到這種事情 特意來訪問他 所以中國講 《孝信》 放在第一個 姚王 將兩個女兒都嫁給他 將王位讓給他 孝感天地 一個人 即行 以真情心 即習一切善行 能感動一家 感動一鄉 感動一國 這種在佛法裏面叫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所以我們不要見到社會風氣不好 自己就灰心 就退卷 這是錯的 要更積極捨己為人 做社會做大眾的好榜樣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就要找到誰 按鈴鐺 訂閱 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